主持人 米月 意外的是 竟然看到了好久不见的贝斯 愤怒的诈克 以为是贝斯的父母 不同意他们的婚礼 才让贝斯这样欺骗自己 不能忍的诈克 气冲冲地冲进了贝斯家里 想要当面质问他们 无奈贝斯父母并不多做解释 反而把警察给叫了过来 直接赶走了诈克 再次见到贝斯的诈克 肯定不会这样轻易放弃 也许在晚上又冲进了贝斯家里 希望得到一个答案 正在此时 贝斯出现在诈克面前 眼看只是包不住火了 贝斯父母索性把所有事说了出来 不仅诈克一脸懵逼 就连贝斯父母对女儿的死而复生 也是无法解释 于是诈克开始询问 贝斯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而此时的贝斯却表现出 异于常人的行为 根本无法交通交流 然而无限节的诈克 决定去看看埋葬贝斯的墓地 看着墓地上的洞口 再看看从洞里爬出来的女友 诈克意识到 女友贝斯好像变成了丧失 但是深爱贝斯的诈克 并没有因此逃避 时间慢慢过去 贝斯的一切 开始向着不可控的方面发展 与此同时 丧失病毒开始在小镇上 疯狂的自悦 死去的人都重新复活 变成了丧失 这时的贝斯已经彻底没有人性 他抱着仅存的希望 找到巫师 巫师的一番话 又彻底的给诈克浇了一盆冷水 回到小镇的诈克 看着混乱的小镇终于怂了 绝对逃离这里 但是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 坐上曾经一起走过幸福回忆的车子 诈克再次选择回去 想要把师傅的女友带走 而此时 小镇的丧失清除工作 已经进入收尾工作 在苦苦哀求之下 扎克得到了带走变异女友的机会 两人一路来到了贝斯曾经最喜欢的地方 扎克满脸深情地看着彻底变异的贝斯 让他回忆了曾经在一起时候的幸福的生活 但是贝斯的反应打破了所有期望 影片最后 扎克忍痛杀死了贝斯 放下了那个留作纪念的围巾 就此离开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